今天这个案子到这个时候 我说最终我们是百分之百赢 一点都不用怀疑 但这个赢之前我们付出很多代价 甚至把七哥利用各种什么 藐视法庭逮捕 这是从第一天就是目的 逮捕你羞辱你 然后把你更多的资产 跟你连在一起给你抢走 利用它来摧毁机系列等等都会做 但是现在有两个事实 是绝对是百分之百的铁上钉钉的 第一最终我们会赢 就是在赢在程序正义 还有整个证据的 证据上最后的完善 结果它真的假的 假的真不了 它肯定没这个事 就是美国最终司法 没有任何选择 一定会给这个案子 一个最后的真相 公平的真相 说我们要对美国的法律 这个情况 我们也一定要高度关注 现在美国的法律 被人家操纵 被人家强奸 我们要替它利用这个案子 找回它的力量 找回它应有的公平 这是一点都不用怀疑的 第二个 现在这次媒体上 已经关注了将近一年多时间 包括要拍电视剧的 包括要连续报道的 然后美国司法部一定会调查 司法部中国的就是检察院 就是司法部检察官 检察官一定会调查 国会一定会调查 就是单伟健和Andy Moss等 以及包括在BVI 未来的勾兑和前来前往 他盖不住 他铲不平的 最终一定会把在西方 包括在BVI的政治勾兑 利益诉讼 查得清清楚 一点不用怀疑 而且我相信会把当年 和海根巴森白宫的这些腐败 和在美国司法部的腐败 最终你会发现一个 最有趣的事情 太平联盟案子 给海根巴森的案子 旧露的案子 Bernon Wu的案子 博讯的案子 熊建民的案子 什么夏业良案子 郭宝胜的案子 所有的案子 太平联盟案子 包括无争诈骗 还有腾讯音乐 还有什么Digital Group 全部会放在一起 美国司法部会做了解 哇 原来就这三四个人 还有这一笔钱 然后搞了这个事情 最后大白雨天下 美国会让看到 在彻底清除 共产党在美国司法部门 渗透蓝金黄的黑暗力量 同时惩罚那些 收了黑钱 弥灭良知的人 还有最后 就是新中国联邦在美国 成为一个正义的 英雄的力量 成为一个真正的传奇 拍出电影和电视剧